- 大家好,歡迎收看財經即時通,我是Andy,歡迎Ryan -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們,大家早安 - 最近行情真的很震盪啊,很多人就會說 - 那我到底要怎麼樣檢視手中的持股是強還是弱啊,Ryan? - 我想有四招可以教大家如何避開接下來的一個回馬槍 - 所以我們從我們先回顧一下上禮拜,Ryan在節目這個財經即時通 - 所說的台積電的一個困局貼席破五日線等等的一些證照呢 - 我想告訴各位投資朋友,上週挑戰前高是量能不足的 - 結果連續五個交易日大跌了872點 - 所以我想盤面上已經出現了很多徵兆 - 就是接下來不容樂觀的一個事實 - 不過今天的一個大盤仍然相對的一個強勁 - 當然快200點 - 沒錯,誰帶領的 - 台積電 - 不對,誰 - 台積電當然多多少少貢獻,最主要還是聯電 - 聯電快要拉,快要將近,快要漲停 - 那聯電從過去到現在 - 它的一個角色定位呢,是什麼? - 我想很多投資朋友都已經很清楚了 - 那這樣的一個拉台呢,是不是持續的 - 我想目前暫時看來呢 - 是短暫性的一個因素 - 所影響的 - 所以接下來的一個行情呢 - 我教大家四招 - 可以避開 - 非常重要 - 對,股價有可能會軟趴趴的 - 所以第一個幣融資余額高 - 第二個高檔呢 - 有出現過一個橫盤震盪的 - 那第三個呢 - 高檔爆量 - 我想第三個高檔爆量 - 大家都比較認同 - 最後一個 - 外資持股比率高的 - 那當然這個先前在節目上 - 已經說過 - 為什麼要避開外資持股比率 - 因為資金回流 - 我外資我就先看我自己手中 - 最多的一個持股的個股嘛 - 比如說像一些主機板類股啦 - 或者是IC設計相關的 - 這些都會是淪為接下來的一個 - 沙盤呢 - 最主要的一個碟式的一個因素 - 這四招我想幾個K線圖 - 給各位投資朋友們去做一個參考 - 到底為什麼會這樣一個狀況 -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- 這一檔是記憶體相關的 - 各位有沒有看到 - 外資我們看一下綠色的箭頭 - 外資有沒有在一路這樣賣的時候呢 - 當然這中間是不是一直橫盤 - 可是各位可以看到哦 - 融資的部分是不是一直增加 - 對 - 那當然我覺得我們的 - 投資朋友非常厲害哦 - 可以接住外資的一個賣壓哦 - 所以這樣橫盤整理之後呢 - 發生了利多 - 各位有沒有看到那個融資的一個 - 整個的一個買超呢大幅增加 - 隔天又再繼續 - 再繼續外資再繼續調節哦 - 那今天的一個 - 所謂的一個記憶體也是相同的哦 - 因為有傳言說 - 南亞科呢 - 申請華為可以繼續供貨 - 所以現在記憶體全面做一個談生 - 又是同樣的一個 - 相同的一個老招數哦 - 所以這邊投資朋友反彈起來 - 都應該要做什麼樣的一個標準動作 - 各位投資朋友都非常清楚哦 - 所以這個就是融資余額高的一個個股 - 再來外資的一個撤退哦 - 當然這個個股我都沒有標上 - 所謂的一個號碼 - 匿名一下 - 匿名一下對 - 所以可以看到外資呢 - 每次的一個買超之後呢 - 是不是都一個直直的一個箭頭 - 綠色箭頭 - 代表的是買完之後再賣 - 買完之後再賣 - 然後最後有一個斜線的一個箭頭呢 - 代表呢外資連續性的一個賣超 - 所以這檔個股確定是外資的 - 所以有遇到這樣的狀況呢 - 這些個股都是外資相對於來說 - 它的持股水位是相對比較高的 - 可是各位有沒有看到 - 外資在賣的時候融資居然增加 - 這是非常不好的哦 - 因為融資畢竟外資沒辦法用信用戶 - 所以是一般投資人會去使用融資的 - 所以只要看到呢價跌 - 融資增加 - 避開 - 避開 - 這種股票一定要避開哦 - 因為盤越久呢 - 越是恐怖哦 - 這個是外資撤退相關的 - 還有高檔爆量的 - 連續三次的綠色箭頭 - 全部都是漲停之後呢 - 隔天呢開高走低 - 爆量一次兩次三次 - 其實這三次都有一個 - 共通的一個特點 - Sandy你可以猜一下 - 有什麼 - 共通的特點 - 對 - 爆量完之後就開始跌 - 好這也是哦 - 但最主要是 - 它每一次的一個拉台呢 - 都是在財報要公佈的時候 - 財報它目前呢 - 這檔個股呢 - 它的一個財報面呢 - 相對來說都是比較好 - 還沒有到完全惡化 - 可是在這中間的過程之中呢 - 其實有人遇見了半年之後的 - 這檔個股的一個未來 - 所以每一次的一個拉高 - 隔天的開高走低的爆量呢 - 都是減碼 - 甚至是做一些出場動作 - 我想各位投資朋友 - 都要非常留意這種高檔爆量的哦 - 而且它還破了季線 - 季線是很多技術分析 - 所謂的一個生命線嘛 - 既然破了 - 當然生命就半條線 - 半條命就沒了嘛 - 我們就可以做一些 - 調整部位的一個動作 - 這是所謂的一個高檔的一個爆量 - 接下來高檔盤整 - 你盤了兩三個月了 - 盤久必跌 - 對 都不動嘛 - 那你都不動 - 人家就覺得說 - 你的攻擊力道 - 沒有這麼強 - 那沒有這麼強 - 我想九盤呢 - 必軟 - 當然昨天呢 - 這檔個股呢 - 生計相關的呢 - 也是破了一個季線 - 今天的一個強盤呢 - 好像又沒有它的份 - 所以高檔盤整的 - 大約盤兩到三個月的 - 這種的九盤的呢 - 都不要去做一個介入 - 我想這是一個避開啪啪熊的一個 - 非常不錯的一個時間點 - 這是高檔盤整的 - 再來再舉一個例子 - 高檔盤整呢 - 盤不夠久 - 還不行喔 - 一定要盤久一點 - 至少要三個月 - 第一個盤不過久的 - 千萬不要滿進 - 也不要去做一些相反的一個操作 - 第二個有利多 - 注意接下來的九月更正 - 十月十號之前呢 - 九月份的一個 - 所謂的一個月的一個營收 - 要出來了 - 那個股才盤兩個多月 - 我相信月營收 - 還是相當相當不錯的 - 那這部分呢 - 如果在盤整期間賣進的 - 做了一個拉抬之後呢 - 就可以做個減碼 - 如果再一次爆量呢 - 要趕快走人 - 所以以上這四招呢 - 都是讓各位投資朋友 - 能接下來的行情之下 - 能夠避開這些股價有趴在地上的 - 疑慮的一些個股 - 所以這四招保命的 - 各位投資朋友 - 一定要把它學起來 - 是 感謝Ryan的分享 - 想要收到最即時的財經消息 - 一定要加入Ryan的Line - 和Telegram - 財經即時通 - 我們下次見 - 拜拜 - 拜拜